女人把儿子从18楼推了下去 还兴奋着机长庆祝 可诡异的是 男人竟然悬浮在空中 然后就稳稳落地 可老妈还不死心 拿起两米长的水果刀 用力轻轻一扎 下一秒 伤口竟然神奇愈合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刀子有问题 一转身 对着小儿子扎去 疼得他哇哇大叫 随后接过刀子爬到床上 也想试试 不料大壮醒了过来 用手轻轻一推 弟弟直接腾空而起 把金丝楠木柜子 砸了个稀巴烂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有了超能力 就在遥远的一天前 大壮为了保护神术 跟光头墙打了起来 从小习武的他 居然被按到树上摩擦 就当光头墙拿出电锯 想解决大壮时 突然一道闪电劈了下来 十万伏电压 把光头墙击飞二十里后 掉进了河废水里 而大壮则打通了任督二脉 背上还多了个神秘的图腾 晚上又被戒溜子拦住去路 他拉起地底就跑 速度比星爷还快 子弹打到背上都不觉得疼 只见他大吼一声 用出吃奶的力气 一溜烟跑回家中 低头一看 皮鞋竟然冒起了烟 袜子也冒出阵阵仙气 从此之后 他苦练中国功夫 一拳能垂碎十块砖 引体向上能做三百个 老妈还为他制作了超人战衣 并取名飞行侠 可从窗户里飞走后 瞅了半天都没看到人 结果往下一看 大壮正在地面上飘着呢 原来他有恐高症 还被街上的流浪狗追着跑 想护送美女回家 没想到迎接他的是防狼喷雾 这天一群劫匪正在抢银行 现场一片混乱 大壮从电视上看到报道后 换上装备 一群劫匪正在抢银行 这时一个超人飞了过来 可速度太快 把警车都给撞坏了 突然听到一声枪响 他举起胳膊腾空而起 飞进了银行 可刚落地就被团团围住 紧接着无数子弹射了过来 只见他一个闪身 躲过了所有攻击 周围一切仿佛静止了一般 他还是一脸的蒙圈 原来由于速度太快 时间都静止了 蘸点酸奶放到嘴里结结缠 然后扔掉歹徒的枪 把子弹移动下位置 让他们互相攻击 然后一跳三米高 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将老大捶了出去 他因此一战成名 还让他表演下绝技 只见他腾空而起 人们抬头找了半天 终于在头顶看到了他 从此他成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救人于危难之中 上到刚会走的孩子 下到99的老太太 都疯狂地迷恋他 可这天一只漆黑的手 从河沸水里伸了出来 他全身黑漆漆的 透过眼睛和嘴巴 才知道是个人类 医生给他检查时 发现身体非常强壮 而血液却是黑色的 突然他眼睛一睁 挥手将一声扇飞出去 只要碰到他 就会瞬间腐蚀 眨眼间屋里的人就领了盒饭 可老板非常高兴 还给他打造了一套战甲 画面一转 飞行侠去菜市场买胡萝卜 可出门没带钱 幸好有女粉丝替他解围 突然把女人拨到一边 躲开飞来的电线杆 黑屋中走出一个高大的身影 男人一声大吼 附近的水果摊就发生了爆炸 吓得人们四散奔逃 大壮快速跑了过去 一个格挡 就把光头打飞出去 正当他得意时 不料被光头撞倒 可大壮练过中国功夫 打得光头节节败退 即使用出电钻 大壮的伤口也能快速愈合 甚至骑在他身上一顿暴揍 紧接着扔到池塘里 又是一顿胖揍 最后一记生龙拳 把他打出水面 在地面滚了18拳后 又补了一脚 不过大壮还是饶了他一命 回去交差时 老板对光头很失望 可光头在闻到二手烟时 却异常的兴奋 猛地深吸一口气 觉得浑身舒坦 伤口都在快速愈合 原来废弃物能给他提供动力 于是飞到天上 专找烟通多的地方 在吸了三天三夜废弃后 变得越来越强大 觉得自己天下无敌了 于是来到商场搞破坏 正当他得意时 以下就被大壮顶飞出去 可下一秒 大壮就被弹了回来 紧接着又是一顿锤 可光头却一点事都没有 随后拿起脚手架 哭吃就是以下 可脚手架都干碎了 光头还是没事 这下该光头反击了 打得大壮毫无招架之力 连小女孩都看不下去了 最后一记冲天拳 把大壮打上了天 按在汽车上又是一顿爆锤 都被虐成狗了 大壮还想着摆pose 之后又被光头扔出无理地 他在空中转了一圈后 又飞了回来 一个加速把光头干翻在地 紧接着就是雨点般的连环暴击 可光头还跟没事人一样 裂开大板牙冲大壮笑了起来 然后一拳把大壮锤飞出去 广告牌都砸碎了好几个 然后腾空而起 脚用力往下一踹 旁边的小汽车被震飞三米高 随后用力一扔 正好掉到神树里 紧接着又是一顿毒打 大壮坚持不住晕了过去 当光头对母亲下手时 被大壮抓住了胳膊 一拳把他的武器打坏 然后把光头打到空中 他知道在充满污染的地球上 根本打不过光头 于是带着他越飞越高 直接来到了月球上 这里一切都是纯天然的 大壮的自信又回来了 光头失去污染物的支持 力量越来越小 开始被各种虐打 又轻轻一甩 竟然把旁边的太空飞船撞烂 上面的污染物 让光头瞬间满血复活 可大壮根本不怕 把收集起来的信仰之力 汇聚到乾坤手镯中 一个飞扑冲向光头 他不停地旋转 像无间不摧的钻头一样 扎入光头体内 下一秒 他就破裂成无数碎片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要爱护环境 这个木偶成精了 想要复活所有玩具 为圣诞节加点惊喜 只见他念出咒语 霍架上的蝙蝠就飞了起来 红眼老鼠到处乱跑 四条腿的蜘蛛骷髅开始集结 厨师帽不停地颤抖 飞到地上后转起了圈圈 一阵烟雾过后 他们竟然变成了女巫 随后骑上扫把飞走了 绿毛怪听到声音后 睁开了眼睛 牛魔王长出了爪子 东海龙王和八戒也不甘落后 星星和金刚狼 也从墙里钻了出来 没过多久 超市里就挤满了怪兽 金刚狼一声嘶吼要当老大 白毛猩猩不服 张开双臂表示王者归来 超市保安听到声音后 跑过来一看 顿时傻了眼 哪里来的怪兽大军 木偶小眼一瞪 人皮面具就飞了起来 正好扣到脸上 他痛苦地跪倒在地 后背肌肉凸起 把衬衫都撑破了 他就成了长耳怪 众人在木偶的带领下 浩浩荡荡走出超市 搞起了破坏 这个木偶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就在早上 两个孩子去鬼屋探险 无意中打开一扇暗门 里面藏着一个箱子 箱子内有本修炼功法 就在他们扭头的瞬间 一个木偶凭空冒了出来 在他兜里还放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段神秘咒语 可小胖念完后 木偶竟然没有一点反应 可下一秒 他就站了起来 吓了小胖一跳 原来是小黑的恶作剧 不过回到家后 木偶竟然开口说话了 他想成为家里的一份子 小手一抬 就把衣服叠好 还能帮小胖写暑假作业 可这根本不算什么 他能给物体赋予生命 小眼一瞪 桌上的拳皇就打了起来 木偶念出咒语 桌上的拳皇就活了过来 摆好架势 上来就是一个冲击波 随后是无影角 他们打得难见难分 不分上下 为了更好的融入家庭 陪两人打游戏 晚上偷偷修好信号 放大器 还悄悄钻进姐姐书包里 结果被放到了柜子中 等没人的时候 无声无息地打开柜子 紧接着潜入会场 找到令小美伤心的男友 抽掉梯子上的螺丝 她就掉到地上 摔了个生活不能自理 另一边 小胖正在讲解她的研究成果 不用导线就能减亮灯泡 突然电流增大 灯泡越来越亮 砰的一声发生了爆炸 随后释放出闪电 在教室里搞起了破坏 烧杯碎了一地 甚至把墙炸了个大洞 小胖赶紧拔掉电源 他们这才逃过一劫 可女孩却变成了黑鬼 他们都意识到 这是木偶搞的鬼 急忙回到家中 找到了木偶 小胖又念了一遍咒语 木偶硬声倒了下去 他们仔细一瞅 木偶突然睁开眼睛 吓了他们一跳 原来刚才是装的 木偶非常生气 一步步靠近几人 小美偷偷拿起棒球棍 趁木偶不注意 一棒子将他打晕 随后装进皮箱中 扔进了大海里 可回去途中 木偶突然出现在挡风玻璃上 吓得他们哇哇大叫 姐姐不停地打着方向盘 想把木偶甩下去 可惜失败了 他非常生气 小手轻轻一捶 挡风玻璃就被干碎了 姐姐一个加速后 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木偶就飞了出去 可他不甘心失败 在超市里收了一帮小弟 随后来到信号塔内 念出咒语 灯光亮了起来 一道耀眼绿光闪过 发出信号后 南瓜一个机灵 竟然长出了翅膀 而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 圣诞节闹鬼了 南瓜竟然长出了翅膀 轻轻一拍 就大摇大摆地飞走了 树人也抬起头来 左右看了看 就向前走去 看见路上的汽车 直接锤了两下 无头骑士也活了过来 一拉缰声 快速冲了出去 来到大街上 还拦住汽车的去路 阿飘在空中乱飞 南瓜怪不停地袭击着人们 而蜘蛛怪兽脚一抬 汽车就破了个大洞 僵尸冲来 小美一铲子直接拍了过去 第二个紧随其后 小美一脚命中要害 关键时刻 小胖打开魔法书 一片绿光闪过 怪兽就被吸了进去 小美拿过书 对着怪兽一顿猛吸 突然幽灵飞来 把魔法书抢走了 他们知道这是墨偶干的 化妆成怪兽后 果然不再受到攻击 随后来到信号塔中 而墨偶正在这里等着他们 坐着电梯来到楼顶 想毁掉魔法书 突然小美伸出手来 将它绊倒 率先抢到了魔法书 她想打开魔法书 收走墨偶 可怎么都打不开 原来是墨偶搞的鬼 可她没有放弃 一脚把墨偶踹到线圈上 这时能量达到最大值 仪器不停地冒着火花 下一秒 一阵光波闪过 墨偶就被弹到空中 消失不见了 随后小美打开魔法书 把大蜘蛛吸了进去 空中刮起了龙卷风 以信号塔为中心 大街上所有怪兽都受到影响 全被吸了过来 封印到魔法书中 一个巨大的罩子从天而降 见起无数烟尘 一头倒霉的奶牛 瞬间被劈成两半 地上出现一条裂缝 房子也被一分为二 树上的乌鸦都飞到空中 地面不停地晃动 二十里外都刮起了飓风 大壮好奇地走了过去 伸出手来 却摸到一堵看不见的墙 还有阵阵电流传来 手掌离开时 空中留下一个血手印 小帅过来查看情况 也被电了一下 突然一只鸽子掉到地上 大壮捡起来一看 他的脖子竟然断了 这隐墙究竟有多高 这时空中出现一架飞机 可下一秒 他就撞到隐墙上 瞬间成了粉末 眼见机尾掉了下来 大壮急忙推开小帅 这才救了他一命 而地上都是飞机的残骸 这时一辆救护车赶了过来 大壮急忙跑到路中央 不停地挥动手臂 想让救护车停下来 在他不懈地努力下 终于在离隐墙0.01米时 停住了脚步 司机下车后想找大壮的麻烦 却撞破了鼻子 他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 只能通过文字交流 他们近在咫尺 却是那么遥不可及 从高空望去 小镇四周都是这种隐墙 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碗扣在里面 而隐墙形成的瞬间 小镇就全面停电 只能启用被动发电机 也接收不到外面的任何信号 很快大批呼啵啵啵 赶了过来 通过专门的仪器 不停地扫描着隐墙 可一时半会儿根本找不到原因 他们通过广播 让小镇居民不要开车外出 可这一家人却不以为意 突然眼前发生了可怕的一幕 这是一堵看得见 却摸不着的墙 近在咫尺 却远如天涯 万米高空的飞机撞上它 瞬间就成了粉末 一辆轿车正在高速行驶 对面的货车撞到墙上 瞬间就散了架 车头缩进了车厢里 他们急忙下车查看情况 身后的美女直接倒在地上 眼睛上翻 嘴里吐出白沫 还不停地说着 世界末日来了 很快她就被送到医院里 而这里也挤满了人 小伙前一秒还在聊天 下一秒直接倒在地上 口吐白沫 身体不停地抽搐 症状跟之前的女孩一模一样 科学家还在研究隐墙 小帅把手伸了上去 没想到水真能渗透过来 一对情侣来到地下十八层 想从地下逃出去 没想到这里也被隐墙笼罩 手电掉到地上 竟然发生了爆炸 佛波勒只是摸了下隐墙 突然把手电筒扔到地上 双手捂住胸口 下一秒 心脏喷出一股血液 原来是起泊器发生了爆炸 跟隐墙接触的电子设备都会失灵 刚开始人们觉得无所谓 还办起了篝火晚会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越来越暴躁 在墙上喷满油漆 甚至开启了零元购物模式 催泪弹都奈何不了他们 幸好及时下了场大雨 人们这才冷静下来 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令他们吃惊的是 墙内大雨倾盆 墙外则是晴空万里 随后隐墙也有了变化 上面密密麻麻铺满了蝴蝶 手轻轻触摸一下 蝴蝶都被惊揍了 透过隐墙看到 佛波勒把他们的家人接了过来 因为彼此都听不到 他们只能举着牌子 用文字倾诉着彼此的思念之情 大壮找了个会读唇术的女孩 随后亮出徽章 佛波勒立马走了过来 给他行了个军礼 大壮问他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佛波勒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 这是一堵看不见的墙 他们只能通过文字交流 可佛波勒说 探亲结束后 会用核弹炸开隐墙 于是人们都躲到地下室里 而这对情侣选择了爱情 巨大的蘑菇云成了背景墙 可就算这样 隐墙仍旧安然无恙 里面没受到任何影响 而墙外则成了一片焦土 这天两人在森林里发现了什么 扫掉上面的落叶 竟然出现一个黑乎乎的圆球 二翠把水倒在上面 露出一个迷你版的影墙 在中间还有一颗黑乎乎的蛋 他们把蛋移到仓库中 将手放到护照上 漆黑的蛋竟然变成了红色 紧接着白光一闪 房间里出现无数星星 仿佛梦幻中的世界一般 而外面则乌云密布 挖起了十级大风 空中还有一个巨大的漏斗 随时都会引发灾难 而蛋的上方多了一枚残碱 在红蛋能量的加持下 残碱不停地抖动 这是要化碱成蝶的征兆 果然没过多久 一只蝴蝶就破壳而出 在里面不停地飞行 可它碰到穹顶时 隐墙上就会出现一片污渍 不一会儿穹顶就一片漆黑 蝴蝶也落到了地上 而外面的天空也如出一辙 乌渍在快速蔓延 眨眼间天就黑了下来 从外面看去 小镇就像一个巨大的黑色鸡蛋 而护照上出现四个鲜红的掌印 他们把手放到上面 黑色外壳发出一道白光 越来越亮 随后砰的一声发生了爆炸 小美把蛋捧到手中 来到湖边 把蛋扔到海里 下一秒 水中冒出一片红光 紧接着腾空而起 比烟花还要美丽 它们越升越高 在接触穹顶的刹那 空中出现一道白光 并且迅速扩大 不一会儿天就亮了起来 穹顶之下第一季到此结束